理財竟在運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事件大漲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指數 開高之後震盪走高 那目前大漲了228點左右 整個指數呢 原本月線看起來岌岌可危 結果就今天突然大漲起來 那到底這個盤 有沒有機會再過前高 然後繼續再往上攻 好 現在這個盤要怎麼去看 好 我們先來看 會不會繼續攻 當然要看美股 所以我們就先從 美股的角度裡面來看 因為這個禮拜 美股有兩個重要的事件 第一個就是 聯準會升息完之後 接下來會不會再升息 對不對 好 那第二個就是財報的問題 好 我們先來看 昨天美股其實都沒有什麼動 因為到現在為止 我們就從科技股裡面來看 美股大致上也是比較偏等待 因為到現在為止 月線還沒有破 但是費者半導體 會比較麻煩一點 就是說如果再跌的話 它就是破月線 對不對 美股都沒有漲 你台北股是繼續漲 不太合理 那要看美股會不會繼續漲 好 我們看 昨天 聯準會的一個傳聲筒 大家都應該知道這個人 華爾街日報的一個記者 他說 聯準會還沒有準備好 宣布戰勝通膨 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通膨的走勢 現在還不確定 很難預測 周四升息完之後的下一步 就是說到底後面 會不會升息 還是說停止升息 是不是最後一次 老實講 那個聯準會的那個傳聲筒 他也沒有把握 他也看不懂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怎麼看 其實昨天針對這個問題 我就有跟他講 我就說 很有可能 也有可能 可能是最後一次 但是我沒有把握 這什麼意思 因為聯準會接下來 他會去看什麼 到底這個通膨 會不會又再起來 對不對 好 那怎麼看 你看 昨天我說 我們一種把握 原因在哪裡 因為最近的油價 都一路在上漲 昨天的油價大漲2% 可是你會發現到 油價的漲跌 其實跟通膨 有很大的關係 前兩個月 CPI會出現急速的下降 原因在哪裡 因為油價這一波 在前兩個月的時候 來到低檔區 對不對 那再加上 去年的基期比較高 所以讓你看到什麼 哇 怎麼搞得 通膨真的降下來 可是你去試想 到現在為止 整個油價又開始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又從 均價的角度來看 7月份到現在為止 油價的均價 是在78.3 那前面5 6月是最低 都在75塊 均價左右 均價都在75塊多 那你現在來到78.3的話 它現在比4月份 4月份搭上在這個地方 那是前面的高點區 83.2還是比較低一點 但是跟3月份相比的話 78.5它是超過 快接近它嘛 對不對 所以如果從這角度裡面來看 這個通膨到底降不降得下去 老實說啦 這要等下個月才知道 好 我們來仔細看 禮拜三 就台北時間大概禮拜四 它會公佈升息一碼 升息一碼完之後呢 到底升還是不升 我前幾天有跟各位講過 以聯準會的角度來看 它講話應該是模擬兩可 它會說我們之前的升息 已經把通膨得到一定的水準 但是我們還是不能掉以輕心 那接下來要怎麼說 我們還是要去看一下數據啦 再來決定說 後面會不會升息嘛 對不對 應該是這麼講啦 所以呢 下一次CPI的公佈在8月16號 如果在後面這幾天啊 那油價還在繼續漲 我跟你講 聯準會也沒有信心 也沒把握啊 到底這個CPI會不會降下去啊 所以呢 如果後面油價還在漲 搞不好在8月16號的時候 通膨可能就 沒有看到之前明顯的下降 如果稍微油價有徵溫 那就麻煩了嘛 對不對 那可能9月份啊 這地方就有機會升息 所以到底後面會不會升息 我覺得 禮拜四就有答案了 但是呢 如果說 以油價的角度來看 它還一直漲 那你現在整個通膨呢 你說真的壓下來 那都很難講 所以呢 這會造成什麼現象 如果稍微 後面還有在升息的機會的話 你注意看 最近的10年齊功在殖利率 說句實話 看這種走勢 不太像 是最後一次升息 如果說 它是最後一次升息的話 這個10年齊功在殖利率啊 照理說 它應該會去跌破 前面的低點區啊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會發現到 它根本就沒有 連測都沒有測啊 那最近這幾天啊 10年齊功在殖利率呢 因為快升息了 它又再漲起來了 所以呢 如果功在殖利率 沒有去破前低的話 甚至於呢 可能還磨您兩可 甚至還讓你看到 好不好 航後面還會在升息 我跟你講 10年齊功在殖利率 也未必會跌 是吧 所以它接下來會影響什麼 我們來仔細看 就影響這個啊 就是美元啊 對吧 美元7月份的時候 為什麼會跌下來 那時候我們有跟各位講過 如果要升息了 美元還在跌 那是因為歐洲的通膨太高了 所以呢造成什麼 歐元太強了 那因為歐元啊 它佔整個美元指數裡面 將近50%以上 成分裏 因為美元是一個指數嘛 它有六種貨幣嘛 那你歐元呢 佔了50%以上嘛 那你歐洲還要再繼續升息 你歐元走強 那當然美元這地方就比較偏弱嘛 對不對 可是偏弱下來之後 你看到它最近開始反彈了 那如果說後面還會再升息的話 我就說啊 這個跌不下去啊 這跌不下去 代表著說 你美元啊 還有機會反彈嘛 對不對 這合情合理的來分析嘛 那再來 那我昨天就有跟各位講啊 你沒有發現最近 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嗎 你注意看喔 美元出現反彈 然後呢 最近的人民幣呢 這一波啊 它是一路扁嘛 扁到這裡呢 美元稍微出現反彈 美元跌下來的時候 其實它升值的幅度也不多啦 那是因為歐元太強 不是說美元太弱 是因為歐元太強 所以呢 最近啊 人民幣啊 因為在美元上漲起來之後 你可不可以發現到啊 人民幣就是維持區間啊 是不是 好那可是你注意看啊 可是信臺幣呢 信臺幣呢 信臺幣貶了更多啊 到現在為止呢 信臺幣的走勢啊 看起來好像離錢高 這應該算錢低啦 因為這往上是貶值 它現在離錢低好像也不遠嘛 對不對 好 那你會發現到啊 最近這兩天啊 信臺幣是持續強勢的升值 應該說貶值啦 強勢的貶值嘛 這會造成什麼現象 你去看啊 你去看啊 7月22號 熱錢狂測嘛 台幣爆量扁1.639 你再仔細看 這今天的新聞啊 外資大撤退啊 台幣上贏什麼 連四扁 有沒有 連四扁嘛 那你去試想啊 如果說後面 升息不是最後一次啊 可能那後面 因為油價漲起來 油價漲起來到時候呢 那個通膨搞不好 還有機會再起 所以呢 連總會絕對不會 很輕易的鬆口說 啊我們不升息了 那如果說他後面 可能還讓你看到 還有再升息的機會呢 那美元就繼續談啊 因為10年級公債 直接跌不下去啊 所以美元還有機會 繼續反彈嘛 那我問你嘛 啊如果美元再談的話 啊你覺得這後面 前面那個低點 有沒有機會挑戰 我講有沒有機會挑戰 因為主管機關 不準我們講新台幣喔 我只是用這樣的角度裡面 來讓你看嘛 如果美元繼續搶的話 你覺得新台幣會怎麼走 OK好那我們再仔細看喔 所以呢到底 美股有沒有機會繼續再走強 禮拜四它是一個關鍵嘛 除了禮拜四之外呢 這禮拜有兩件大事喔 另外一件大事是什麼 就是財報要公布啊 好我們來看啦 我這兩天有跟各位講過啦 因為這個禮拜所要公布的財報 不管是微軟啊 Mita啦 這些啊都跟金面有關 德宜啊 他在這個禮拜二 他應該說今天盤後之後呢 他要發布財報嘛 他的營收可能是萎縮的啦 好那可能是連續第三季下滑 那Intel呢 可能是連續第六季啊 是連續下滑 所以呢 如果以目前啊 美國的財報裡面來看 照理說啦 這應該不會表現太好 好那就看嘛 美股怎麼表現嘛 如果說這些重量級的個股 都沒有上去 我覺得對美股一定都會有壓抑 好所以呢 台北股市啊 今天讓你看到大漲 有沒有 台北股市跟大漲 會不會繼續溝 接下來就看美股 今天要看美股 因為會不會繼續升息 是不是升息最後一次 現在也不知道啊 因為油價已經開始漲起來了 那美元也開始談嘛 那美元一談起來之後 你會發現到 哇最近新來幣貶了很多啊 對不對 除了這個之外呢 再來就是財報 好那再來 我最近這影片 我有跟各位講過 台北股市走到這個時間點 我說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在籌碼 我那時候有說啊 月限是融資大套牢的分水嶺嘛 對不對 你看嘛 看起來月限是岌岌可危喔 結果今天又拉起來 你知道為什麼今天要拉嗎 今天這個東西是在救上櫃喔 我昨天就有跟大家講啊 台北股市會融資大套牢 你就先看上櫃啊 因為上櫃指數呢 它已經快破警線了 所以你上市指數趕快急拉 你再不拉的話 你上櫃就要破了 對不對 可是這樣子拉有效嗎 我跟他說啦 台北股市不管你上市上櫃 昨天融資全部大增 你看喔 昨天融資又增加33億啊 我問你們 你看到今天這種盤 你覺得融資會減嗎 不會啦 融資不會減啊 我跟你講這種盤 照理說啦 融資還是要繼續增加 對不對 融資又不減 融資又繼續增加 那我今天為什麼我寫說 減不斷理還亂 如果你的盤市要去走攻擊的話 你一定要籌碼穩定啊 才有機會攻啊 你現在整個外資最近 你會發現啊 外資最近這幾天啊 都是什麼 都出去大賣超啊 你去看啊 你看嘛 昨天賣195嘛 然後呢這個地方呢 前一天又賣快300嘛 對不對 這些人都在賣超嘛 那我問你啊 那美元如果說 後面還要 還會有機會升息的話 美元繼續坦啊 那你覺得外資會繼續買嗎 它一樣還是有賄損壓力啊 對不對 所以呢 到今天為止你就會發現到 到目前為止喔 這個融資啊 它都不減 看一下 好融資它都不減嘛 在這裡 好吧 移回來 好你注意看喔 融資都不減嘛 照理說今天的融資 也不太會減 可是我為什麼說 減不斷裡還亂 除了融資繼續增加之外 對台北股市沒有幫助之外 另外一個重點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盤喔 到底在漲什麼 到底在漲什麼 我們來仔細看喔 今天的盤啊 我們先講跌什麼啦 那些漲多的股票 今天又跌下來了 有些漲多的股票 今天都跌下來嘛 已經開始有點震盪了嘛 你看喔 強勢股嘛 這些都強勢股啊 你看雙虹 昨天大漲 今天一根黑棒下來 你去追的 逃不到便宜喔 是不是 哇昨天建設漲 哇今天又出現大跌 你看網通的股票 昨天大漲 今天大跌 你看這些個股 昨天大漲 你看融資大增 結果今天大跌 你看最近全新 昨天是創新高 開高走低嘛 你看融資大增喔 結果今天大跌下來 你看光寶 昨天融資大增 結果今天跌下來 這代表什麼 強勢股已經開始在走震盪了嘛 那當然你說 啊老師啊 這些強勢股 你讓他整理一下 那算合理 對合理 那道理說你強勢股走 你這個牌要走攻擊的話 你強勢股走整理是OK啊 但是是不是代表說 你弱勢股要起來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來看嘛 我們剛剛有說嘛 今天跌的都是一些強勢股 今天跌的都是強勢股 照理說弱勢股要起來 好我們來仔細看 弱勢股有沒有起來 你看世界線線在創新第一 普瑞小談一下啦 問題是跌了那麼多啦 小談一下 賺不到錢啊 因為你一路融資增加 一路探平 探平到現在為止 今天小漲嘛 怎麼賺 沒有啊 他沒有很強啊 順德 這波走勢也是從高檔跌下來之後 融資開始增加嘛 也談不上去 你看佳澤 最近那個融資一路買啊 是那跌下來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啊 越買越貪 想要攤平嘛對不對 沒有攤平啊 也沒有彈上去啊 加S 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現在為止 脳融資也在高檔嘛 也沒有大漲啊 你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你再仔細看喔 不是一檔兩檔喔 你看金利科 這波走勢跌下來之後 彈不上去 立志 你看啊 這個股票是坐投下來的 好啦 照理說他跌升了嘛 跌升應該大反彈啊 有沒有彈上去 也沒有嘛 對不對 你看喔 你看喔 碩合也沒有大漲啊 你看融資都沒有減喔 我剛剛有說嘛 今天的盤 強勢股已經開始在震盪了嘛 照理說你弱勢股應該要起來 弱勢股沒有起來啊 我們舉例好幾檔嘛 我們再仔細看嘛 你看嘛 這些才剛破線下來的股票 也沒有大漲啊 你看啊 破線下來的股票都沒有大漲喔 有沒有 破線下來的股票都沒有大漲喔 你看 破線下來的股票也沒有大漲啊 日記也是一樣啊 你看國劇 它已經破警線了嘛 這代表什麼 你今年差不多1月中旬之後 買到現在為止都是好啊 是不是 照理說這要大漲啊 也沒有啊 你看翔座 有啦 今天要漲一點啊 可是呢 碰到月線之後 又留上影線嘛 你融資是從這邊開始增加的嘛 對不對 今天談起來大轉 我不可能啊 對不對 不可能嘛 你看立望 最近的融資一直在增加啊 融資一直買嘛 買到現在為止 竟然還在創低點 沒有賺到錢啊 所以你從前整個結構裡面 你就會發現到啊 強勢股開始高檔震盪 你去追的沒有賺到錢 然後呢照理說弱勢股應該要起來 結果弱勢股也彈不上去啊 所以就造成什麼 你融資買這個也套 買那個也套 那當然啦 你看市場所有老師裡面 每天最強的股票是他的啦 每天在那邊跟你分析強勢股啊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嘛 那些你有嗎 那些老師講的股票到時候你都沒有 你是參加之後怎麼搞的 啊股票都在套 那你講的我都沒有 我說這對你有什麼幫助 所以當天台北股市漲起來之後 我就說融資不會減啊 融資還是繼續增加 那你從整個盤面結構裡面來看啊 你最強勢股你是追到高點 啊你說啊我算了呢 我去買那個低檔的股票 躺不起來 結果呢也是套 對不對 所以這造成說整個融資就連完套嘛 到現在為止就是真的是 減不斷你還亂 所以我要建議各位啦 台北股市今天好不容易漲起來喔 你看喔 原本月線岌岌可危喔 竟然好不容易漲起來 建議漲起來之後呢 我問你啊你到底是有沒有賺錢嗎 如果你發現到哇靠 建議你漲了兩百多點 奇怪啊股票都還是在套 我建議你喔 你要不要持股稍微調整一下 真的啊我還是在建議你啊 你的持股要不要調整一下 因為我一直跟他說過啊 很多時候呢 每次那個低檔你都不會買嘛 你現在沒有低成本的股票啦 很多老師都跟你講說 那個我之前的股票 你看我之前早就告訴你啦 沒有一個老師拿摳訊嘛對不對 我前一陣子才跟他講 我說那五月份那時候啊 那時候大家都要喊軍工嘛對不對 那時候我就說啦軍工股啊 這些股票你要趕快賣啊 因為那些股票我五月九號就說啊 小股票半年之內沒有辦法解套嘛對不對 好你看嘛喔 真的啊你沒辦法解套啊 而且最近呢 主管機關要來查內部人交易嘛 我前兩天有跟你說過嘛 是不是 所以那些大股都賣掉他不敢買回來 那些金管會已經在查啦 可是你去試想嘛 當初五月份那個時間點 沒有一個人跟你講AI嘛 結果最近AI長起來大家都有AI 之前低檔都跟你講 見鬼 真的見鬼啊 所以呢 台北股是今天漲了兩百點起來 可是呢 你之前沒有低成本的股票 你現在都是屬於什麼 後面再來追嘛 你看最近融資一路在增嘛 所以我說這個是撿不斷理還亂啊 越來越亂 那個籌碼反而越來越亂 所以我建議你啊 如果你沒有低成本的股票 反而你後面再來追的 今天漲兩百多點 你都還在賠錢的 你股票要不要稍微調一下 不要籌碼越來越亂啊 要稍微有一個大震盪的話 你買在上面的股票 你會全部都套我 真的喔 我是建議你是這樣子啊 要買一等籌碼穩定一點呢 有低點以後再說吧 這個時間點呢 你看嘛 那強勢股都已經開始在震盪了 你去追高的討不到便宜啊 弱勢股要大漲 因為漲不起來啊 你之前要去低接的也是賺不到錢啊 所以現在會造成說 那個套牢的籌碼就越來越多 所以我是建議你啊 這個時間點齁 持股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很多時候到這個地方啊 你會發現哇 今天台北股是大漲 啊問題是你都沒有賺 那不就最後一隻老鼠嗎 如果沒有漲上去後面再跌下來 那個老鼠窩會越來越多 你懂我意思啊 好那再來 你會說老師那現在怎麼做 好我們來看啊 今天大漲嘛 我跟你講我們這波 我一張多張我沒買啊 我那之前用跟你講過 我認為這是騙線 你會說啊老師今天大漲 搞不好騙你 好沒關係我們後面慢慢看嘛 強勢股又長 強勢股已經高檔震盪 弱勢股又長不起來 你叫我到底要買什麼 每天最強的股票都是我的 我就跟你說嘛 你為了買一檔強勢股 你後面要買個三四檔啊 那是欺商權嘛對不對 我要去抓強勢股後面都在賠 那沒有意義啊 如果說有一檔個股賠比較多的話 你三四檔都攀不回來 所以我說你今天 如果說你是一直做多的 我是借你先把資金留下來 真的你把資金留下來 要買股票不用急啊 何必去追高呢對不對 好那再來 如果說你今天有做空的 我那麼說啦 因為我們最近在佈空 我沒有買經營長多單啊 但是要怎麼做 如果你有佈空的要怎麼做 我們來仔細看啦 我把我們的單子給你看 比方說得為 723號在這個位置區 我們去佈空啦 我們會照近一點 你會發現到 之後呢它就開始下來了嘛 我做空有一個模式就是 當你進去佈空的時候 我一定會給你停損點 而且這個停損點呢 大概就幾%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是會不會被軋空 不會啦 你注意看啦 295附近放空嘛 311突破我們就停損嘛 都沒有突破啊 所以最近跌下來嘛 已經跌到270幾了嘛對不對 現在最起碼20幾塊嘛 這地方景線也破了啊 對不對景線也破了嘛 所以呢到這個時間點 你沒有被軋空的問題啊 這個地方你就守一個停一點 反正都是賺嘛 好再仔細看齁 比方說加燈 7月11號這個位置區 393到398我們去佈空嘛 我說突破420我們就停損 沒有突破啊 都沒有突破啊 結果就跌下來了 從這一段下來之後呢 到目前為止大概30幾塊嘛 對不對 現在沒有什麼開空問題啊 就守停一點就好啦 好你再仔細看 比方說立基 來到景線位置區的時候 175附近空嘛 現在來到163嘛 也差不多有10塊嘛 續爆 反正守一個停一點嘛 就續爆啊 資金小的比方說 你看保一 557附近這地方嘛 剛破景線的時候去佈空嘛 我不要說佈空啦 如果你有這檔股票 剛破景線的時候你就要賣了啦 這段下來到這裡 你也是賺錢啊 現在守停一點啊 像金剛 7月19號這檔不空嘛 為什麼這檔不空 因為前面沒有空 但前面不能空啊 所以這地方破景線的時候我們空嘛 現在都疊下來啊 你看金剛 也是一樣嘛 守一個停損點嘛 進場的時候守一個停損點嘛 沒有到 後面都是你的啊 有沒有 所以這樣的牌 你不要想說老師會不會卡空 我跟你講喔 強勢谷你就不要去空它 沒有那麼笨嘛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想要去掌握賣點 你永遠抓不到賣點 永遠不知道什麼是高點的 你永遠只會做多的 那我就建議你啊 你要不要跟著一起來 我教你怎麼去找高點 如果說你都是做多你不是破空的 那沒有關係你就繼續做 你最起碼先把那個資金留下來 你就不要去放空 所以怎麼做 我們都很有條理的跟大家去做分析啦 那當然我還是希望啊 我可以幫得到你 如果說大漲你都沒賺到錢的 你要思考 你現在股票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好不好 有任何的問題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來 股市民師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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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02-2781-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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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去到了嗎 看見行人行進路口 準備穿越道路時 汽機車應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進入行穿線範圍內 汽機車均應立即暫停讓行人先行通過哦 另外在沒有行穿線的路口 不管同向轉彎或執行交叉 遇行人過馬路 汽機車一樣要停讓哦 汽機車行進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暫停讓行人先過 最高可處6000元以下罰還 停讓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內政不僅僅是關心您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是一件大漲 可是我剛剛已經分析過了 像這種盤 那只是會造成籌碼越來越亂 因為融資一定繼續增加 那高檔股已經開始震盪嘛 你最高的是套 對不對 已經在追高了 你說那個低檔的股票也談不太起來 所以你現在買了一堆股票 如果說都是套牢的 漲得大漲你都還在套牢 我還是建議你 持股稍微調整一下 好 盡量把現金留在身邊 因為要賺不怕沒得賺 就怕你沒有錢而已嘛 所以如果持股上面有問題的 不知道怎麼做處理的 希望我可以幫得到你 好不好 你到時候再來電資訊 OK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 本土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鼓動乾坤 運達投顧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 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 智慧 經驗 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 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賤 by bwd6